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我们就在旁边等着 按住乘坐键不松手 然后一直等到摩托消失的瞬间松开乘坐键 然后会马上被弹下来 不要紧 再次点击乘坐 反正就是一直点击乘坐 到最后你的视角就会变成这样了 直接由上按 上来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的视野变得开阔了很多 不过这时候有个很神奇的事情 那就是你的挥旋会变得没有声音 不过切换第一人称之后就又有声音了 我猜测可能是因为第五人称的情况下 我们的视角和人物比较远 然而超出一定距离就听不到挥拳的声音了 最后想要解除这个第五人称效果的话 只需要随便找一辆载具 直接点击驾驶 下车之后视角就会恢复到原样了 另外说一下 大宝还发现了一个在假车库非常不实用的透视技巧 嗯?不实用? 嗯,是的 这个技巧必须要有两辆车 还必须一辆是轿车,一辆吉普 所以才说这个技巧不实用嘛 首先要像这样 把这两辆车按这样来摆放 就是要确保吉普车的驾驶室左边有一辆小轿车 然后我们点击驾驶吉普车 再点击一下下车 这样就能透视到假车库的二楼了 不过开进就什么都看不到了 我们得开启第一人称 才能达到透视的效果 由于车停的位置没有安排明白 导致我们人现在的位置 刚好在楼梯下面 所以现在开枪子弹是没有伤害的 那么重新调整了一下 像这样就可以了 不过经过测试 这样打出去的子弹 打近点的目标是没有伤害的 就比如这个油桶 但是却可以对门造成伤害 我想应该是角度问题吧 那么今天的吃鸡小骨桃就下来这里了 我是鸡豆宝 咱们下期见 拜拜